大家好,我是小安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很多朋友们都有便秘的烦恼 这些情况老年人比较多的 比较困扰 尤其是宿便常常对待在体内 很多毒素对大肠粘膜吸收 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的 严重会引起面部长斑 胃肠倒不适 负胀,恶心,口臭 实在给人带来了很多的麻烦 今天给大家分享 白萝卜搭配这两个 吃一次可以排除成年的素变 效果太惊人了 比吃香蕉通变效果高好几十倍 我们先准备一小半的白萝卜 白萝卜切成小块 俗话说 东吃萝卜,下吃姜 不用医生开药方 白萝卜含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 能够促进肠羽的蠕动 有利于加速身体内废物的排出的 所以吃白萝卜 有很好的润肠通面的作用 经常吃白萝卜 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冬天天气干燥 而且天气多变 容易引起感冒 多重的疾病 吃白萝卜能够起到很好的预防效果 而且白萝卜含有特别丰富的维生素C 微量元素新 有助于增强集体的免疫力 提高抗变能力 吃白萝卜能够降低血脂 因为白萝卜有诱导人体产生干扰素的多种微量元素 经常吃白萝卜 能够降低血脂 稳定血压 软化血管 预防冠心病等等 白萝卜可以促进消化的功能 白萝卜也被人们称之为是自然的消化剂 根筋部位有淀粉酶 以及多种的消化酶 可以分解食物和淀粉的脂肪 白萝卜中的介子油 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 帮助食物消化 抑制胃酸过多 还可以促进血神代谢 能够消毒的功效打 并且白萝卜还能够防癌抗癌 患有癌症的病人 平日里面吃白萝卜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 白萝卜不需要太多 大家准备一小半七八片就可以 我们再来准备苹果 苹果的营养特别的丰富的 果皮还有果胶 能够醋进肠的蠕动 经常吃苹果 可以很好的缓解便秘的 苹果含有的维生素C 特别的高 是其他水果的好几倍 苹果 果糊要去除 果糊含有清新酸的不要食用 苹果含有特别丰富的维生素 膳食纤维 还有果胶比较多 膳食纤维 能够很好的丰富氧化剂 能够脆匀肠胃的蠕动的 从而有力于粪便的排出的 每天吃上一到两颗苹果 能够为身体补充能量的 老话说的好 每天一苹果 医生远离我 说明了苹果的营养价值很高的 所以每天都要吃上一到两颗苹果 补充维生素 还可以补充能量 营养又均衡 酷冠炎很好 像夏季 秋冬 天气干燥又烦闷 吃新果可以补充水分的 滋养我们的身体 我们再把苹果洗一洗 加入一勺食盐洗 食盐能够简单的杀菌消毒 这样洗过后的苹果吃的比较放心的 因为吃苹果不要切掉果皮 只需要洗干净就可以了 多搓一搓 冲洗干净 再准备山药 山药含有多种的物质 能够有效的增强脾胃的吸收的 而且还可以延长异兽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研究发现 山药含有很多的淀粉蛋白质 盐液质等多种的营养 吃山药可以为大脑提供热能的 所以对大脑有特别大的好处 而且吃山药可以延缓衰老 改善睡眠的效果 如果平时皮肥不好的 消化吸收比较差 我们可以吃山药 像老年朋友们小朋友们 吃山药可以促进脾胃的消化 滋养健脾 养胃健脾 润肠又通便的 山药是一种幼儿童原的食材的 营养丰富 口感好 特别这种铁棍山药 营养价值比平常的山药高出好几倍的 它的口感也不错的 再准备几颗芹菜 我用的是西芹 芹菜富含的钙比较丰富 还有碳水化合物 胡萝卜素 维生素B组 钙 铁 能够促进胃液的蜂蜜 增加食欲 经常吃芹菜 对预防高血压 动脉中央硬化有特别好的作用的 而且比较大蔬菜的山药纤维更多一些 经常吃芹菜 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 使粪便软化 大便容易排出的 像老年朋友们吃芹菜 可以降血压 降血脂 降低胆固醇 吃芹菜可以很好的正经安神大 睡觉之前可以背芹菜汁 能够很好的促进睡眠 芹菜含铁量比较高大 营养丰富 平时我们凉拌着芹菜吃 或者芹菜炒肉都很不错 低脂低卡地热量 吃起来营养丰富 可以很好的补充维生素 补充营养的 我们今天只用到芹菜的根茎就可以了 这个叶子我们不要 芹菜大约准备50克就可以 我们把芹菜洗干净 来回的搓一搓 这根茎的泥土是比较多的 我们把准备好的食材倒入锅里面 加入清水 中小火慢煮20分钟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容易 请您发来的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都说全力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煮好之后晾凉一会儿 大约30度的时候 加入一勺蜂蜜 加入蜂蜜口感更好 而且能够润肠通便 是蜂蜜口好的排出体外的 喝起来口感酸酸的甜甜的 特别的好喝又有营养的 只用食材混合到一起 润肠通便的效果太惊人了 这道白萝卜苹果汤 最好早上吃完饭之后喝 两个小时左右 就可以排出隔夜的素鞭的 对我们身体健康特别的有帮助 白萝卜苹果汤 虽然很好 能够润肠又通便的 但是不是人都是可以喝的 因为白萝卜偏凉 体质虚寒的 不要吃白萝卜 吃白萝卜之后 会刺激肠胃黏膜 加入皮虚寒的症状的 渗羊蜀的朋友们也不要吃白萝卜 白萝卜可以尖皮消失 能够去除体内的凝聚气体 所以不适合汽血区的朋友们食用的 白萝卜有很强的通便功效 腹血的朋友们也不要吃白萝卜的 如果是顽固的便秘 朋友们可以适当的运动 促进血液内血液循环 养成定期排便的好习惯的 比方说早上定个点排便 是一些上线纤维高的食物 比方说芹菜燕麦白萝卜 苹果蔬菜都是不错的 可以晚上睡觉之前吃上一颗苹果 或者喝一杯淡的蜂蜜水 配合着做运动 伸伸腿转转腰 能够让水在肠胃蠕动加强通便的作用的 好了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事情 记得帮我点个赞关注一下 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们吧 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朋友们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